肖战是本土艺人中在国际有着不俗影响力的年轻艺人 是没有海外工作经历和账号 也依旧能轻松引起广泛关注 并且相关话题很容易上世界趋势的艺人 但是到底有多少海外粉丝谁也不知道 只知道2020微博之夜Tim的评选投票 在内地粉丝号召停止打投 以海外粉丝为主力的坚持打投情况下 肖战是本土艺人中在国际有着不俗影响力的年轻艺人 肖战已尽第二名十倍的票数断崖领先 肖战31岁生日为了配合清朗行动 连生日博文都是系统自动推送的情况下 海外粉丝把这个话题送到了世界趋势第一名 还有铺开的地广和大屏 他们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中国艺人的喜欢 肖战光点时隔两年在iTunes上线 在国内粉丝不能购买 靠广大海外粉丝的购买 使得光点直接登上榜单27 几个小时后就登上了第二名 并荣获英国文化报刊Far Out Magazine 发布的20首史上最畅销单曲第一名 肖战主演的作品步步都被输出到海外多国播出 并且获得非常好的收视效果 肖战代言的高奢品牌 都做到了全平台全球宣发 肖战是真正享受了全球代言人的宣发排面 相关的广大屏一样不少 品牌和艺人的双赢合作在肖战这里体现的最明显 就像很多国外网友说 在国外的购物商场里一众欧美面孔的巨幅地广海报中 肖战是唯一的中国脸 感觉很震撼 文化输出的方式有很多种 明星是最喜闻乐见的一种 因为喜欢你 进而想去了解你的一切 你成长的背景 你的国家 网友评论说 肖战不是走出去 而是他站在那里 就吸引很多的目光看向东方 也希望更多的年轻艺人能够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彰显我们国家年轻一代的魅力和风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